做過這麼多個評測的耳機 有一個品牌我很想去試一下 就是這個 JBL Live Pro 2 今次我就來試一下它 Hello 大家好,我是奇珍,歡迎大家收看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第一次收到我的頻道,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下旁邊的鈴鐺 設定全部這樣,最新的資訊科技 包括今次跟大家做的耳機評測 開箱,都會馬上送給大家 JBL 的品牌,其實我已經很久以前 就已經是,差不多讀書時期 就已經開始接觸 尤其是經常玩的喇叭 都是一個信心的保證 但是耳機反而真是 數數下好像很少去接觸 但是聽到的評價也挺高的 所以今天很開心 能夠真的可以試一下 它這次最新出品的 Live Pro 2 我們可以立即開箱來 看看它究竟裡面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JBL 的Live Pro 2 這個是真無線藍牙耳機 看到盒面,其實已經看到 我這次是一個黑色的 其實它除了黑色之外 還有白色,粉紅色 還有一個藍色的 都挺硬的 盒面也看到了 它這裏有ANC,主動降噪 看看 還有這個 perfect course 其實它說電話裡面 其實它都說 聲音也挺好 咦?可以的 這個無線充電 下面那些是甚麼文 看看是甚麼文 原來是法文 很厲害的 這個是Veltec 世紀通訊 就是香港行貨代理 差點忘了這個 我看到它上面就說 有40個鐘 其中10個鐘就是耳機本身 自己聽耳機 另外30小時 加上充電倉 一起合起來 就有40個鐘 如果40個鐘 這部機也挺誇張的 旁邊也說了一個它的特質 就是這部耳機 是一個awful tubes 是一個鵝蛋型的設計 耳管和耳膠都是鵝蛋型的 據稱可以幫助隔音會比較好 以及以防有些扭音的情況 帶上它也說舒適 而且會比較緊緻 配合我們的耳型 待會試一下就知道了 還有一件很重要 就是我看到是Multipoint Connection 即是多一部的器材 連同一部裝置 對於我來說 我很喜歡 這個非常好 不用工作的時候很辛苦 突然間有電話 看看電影 又要關掉它 又要連接或者除耳機 這不是很方便 這個就很棒了 後面就已經在透明裡面 隱約看到一部耳機 我看到已經有些反光的感覺了 其實因為它是一個有病的耳機 近來也不知是否 興起有病的耳機 這裡有寫一個快充功能 15分鐘的快充就比你玩到4個小時 忘記了整個星期都忘記充電的時候 然後頂一頂都可以玩到4個小時 這樣也是非常OK的 這裡也詳細說了 如果你開了ANC 就用到8個小時 加22個小時 如果你關掉ANC 就玩到10個小時 加30個小時 即是剛才的40個小時 開箱的部分 應該是下面 應該是拉吧 還有旁邊 拉 開它 把兩個耳機放入耳盒裡 OK 下載這個APP 首先看看上面這個盒 裡面的應該是一些 Paperwork Paperwork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這麼快看到這個耳機的部分 哇 給我 但一個感覺就是 這個耳機 這裡的部分 其實也挺大的 中間的位置 耳康部分也挺大的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 真的是一個鵝蛋型的設計 即是大了下去的時候 也會跟著斜度 可能也挺貼意的 還有這個耳柄的地方 好像是一個反光的質地 是一些導銀的質地 上面有一個JBL的字樣 我感覺上是挺漂亮的 而且也挺高級的 下面主機的部分 就是剛才我說 比較大的橢圓形設計的部分 就是一個磨砂的地方 其實也挺帥的 兩個 我挺喜歡這個反光的質地 這個反光的質地 其實也挺漂亮的 試試戴上去 Oh my God Sorry 我倒轉了 也挺貼的 戴上去 就剛剛緊貼了我的耳朵 然後斜管 傾程的方向 都真的指著我的嘴巴 戴上來也挺漂亮的 也挺輕便 挺舒適 接著應該是一些線材 還有耳膠 還有細碼和大碼 所以原生的應該是一個中碼 耳管和耳膠 都有橢圓形的設計 再看看裡面是一個... 嘩!很銳利 USB A to USB C 的線 再來就是充電倉的位置 這個黑色也挺漂亮的 因為它還有霧面的感覺 摸上去一定只是膠 但是就這樣看上去 質感有一點點木材的感覺 還有大小挺好的 放在袋裡面 或者牛仔褲袋後面 其實都可以的 後面就是一個USB C 的位置 給你充電的 前面就是一個指示燈的位置 應該是給你看有沒有電力 各樣東西的 它那個反光... 它... 嘩! 真的挺漂亮 挺無敵的 裡面的開箱內容就是這麼多了 不如聽聽我的介紹 它的規格是怎樣 這次的JBL Live Pro 2 是一個 True Wireless 真無線藍牙耳機 它的藍牙連接是5.2 所以在連接上和穩定性都不錯 防塵防水等級是IPX5 所以大家如果是出街跑步的時候 防汗水或者有微雨的時候都可以 它也支援QI 無線充電和多點連接 它在音樂格式是行SBC和AAC 我立即試一下連接它 看看它的效果 它是支援Google的快速連結的 打開 其實打開的時候 它已經彈出來了 非常快的 這個是JBL的Apps Headphone Apps 我立即... Get Started 哇! 立即已經加進去 對了! 這部手機的Apps 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會檢查一下你部手機的耳膠 是否適合你的 盡量做到不扭音的情況 我試試了 測試時配搭兩個耳塞 開始 哦! 現在立即有些音樂出來了 哦! 那其實已經可以了 耳度測試 它也不錯 一開始的時候已經全部 什麼都跟我測試了 ANC 耳度的測試 它接下來就會在測試 看看我的耳度的形狀 來看看這個降噪的補償是怎樣 開始 好! 成功了! 已經根據你的耳度 制定這個主動降噪的效果 好了! 現在呢 就搞定了 就看到它的Apps 它的Apps 都挺漂亮的 就顯示電量 現在還有左右也有90% 我現在正在用的 就是剛才做的自定義的降噪 就是這個Adaptive的ANC 它也是做得挺好的 我聽到的聲音 不如再開回剛才那些街道的聲音 其實馬路的聲音 我仍然都是聽到的 但是那些沒有低頻的橫橫聲 但是那些嗶嗶聲 那些響音聲 還是有的 不過我聽到是舒服的 我最重要的是ANC沒有耳壓 所以它也做得挺好的 但是還可以做一些調教 例如 就剛才說了 一個自適應降噪 自適應降噪 譬如說 如果你是很吵雜的聲音的時候 它就會開大一些ANC給你 如果比如說 寧靜 好像現在我 我認識了東西 在Studio 裡面 就會那個ANC 就會減小一些 令到你有最佳的ANC的感受 就不會太多 也會影響到你聽歌的感覺 這個也不錯 另外就是環境聲 這個環境聲可以再調教 也是比較自然的聲音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自由通話 Attack Through 其實它也有一個擴重的效果 不過就會聽人聲 就會更清楚一點 譬如 平時你跟別人說話的通話 就可以開一個 有一個 溫行器 在這裡就是EQ 我看到它的設定不是很多 有Jazz Vocal Bass 那些 另外 都是可以自己去調教 而且它看到有一個智能的視聽模式 它有Video 以及一個音樂的模式 如果你開Video的時候 應該會在延遲上做得更好 這次Live Pro 2 沒有一個實體鍵 整個E-Band 都是輕觸式的設計 所以也有一個手勢功能 讓你調教左和右 可以怎樣去控制 無論是單點、雙點、三點 或者是長按 都有不同的用法 其實也挺多的 大家就要記住 最簡單的就是左邊 它現在的Preset 就是控制降噪 還有環境的感知聲 兩個控制就是TalkFu 這個大家可以自己去調教 開這個語音感知模式 現在聽自己聲的比例有多少 還有自動播放 離開的時候就播放和暫停 亦都在這裡調教的 好了 這樣了那麼久 馬上試一下聲 我就用TIDLE 聽聽這個Taylor Smith的Anti-Hero 一來的Drum 都已經很實了 這次它用了11mm的動圈單元 所以在低音上面 其實應該都沒什麼問題了 因為聽到整個音場其實都挺闊的 但是它的中高音其實都 細節音都挺清楚 我不知道它是否調過的音有少許放大 剛才我的EQ就關掉了 不如我轉一轉個EQ 開了它 開Jazz WOW Background的聲音 就再多一點了 還有Bass也重了 Focal 整個聲音就立刻輕了 輕得來比較薄了 Bass 噢 立刻還有一個反差 很重的低音 不過我略嫌它多了 變成聽的聲音和細節音就少了 Club 這個就是比較平均的 這個挺舒服的 Club 這個 Studio Studio 其實它是弄低了低頻 變成聽上去就著重在人聲上的舒服 但又沒有Focal 那些 我覺得這麼刻意 JBL 的Live Pro 2 裡面 它總共有六個收音咪 每邊就有三個 有一個在耳管上收音外界的聲音 另外在耳機裡面 也有一個收音咪 這兩個收音咪 據聞是用來做ANC的降噪功能 另外最後那兩個 就是用來做一個通話功能 我們現在立刻做一個通話的測試 看看如何 大家現在聽到 就是JBL 的Live Pro 2 模擬的收音聲音 現在它在比較環境淨之下 我開了ANC的收音功能 我立刻就開一下環境聲音 現在我開了街外的環境聲音 即是模擬街道上很吵的情況 大家不知覺得收音功能又是怎樣呢 我可以立刻試試看 開了ambient sound 看看有沒有不同 現在同樣我都開了ambient sound 現在ambient sound 就是這個環境的聲音 開了 但是我也是做一個模擬的聲音 看看這個街外面的環境 那麼吵擦的時候 它的通話收音功能是怎樣呢 Testing 1 2 3 1 2 3 很誇張啊 它開了這個ANC的時候 我完全是聽不到街外的聲音 喂 大家我給你看一下 我現在給大家聽一下 其實剛才的聲音是這樣的 你現在聽到這支麥獸你了 是這麼吵的 但是我錄音的時候是怎樣呢 不如我再錄多一段 好嗎 好啦 現在呢 我就錄音了 那我一路呢 就開這個聲音 我給大家聽一下 這個麥獸 收這個聲音是這樣的 和我現在這個聲音是這樣的 那大家立刻 轉 去到我現在這個收音 是不是聽到 是不是真的消除得很厲害 哇 我覺得很厲害啊 這個很驚奇啊 哇 我現在聽到呢 它很有趣啊 它一開始的時候 我按著了環境聲 它聽到一些周圍的吵雜聲 之後呢 它真的自適應 它立刻在Adaptive 做事 立刻在減回去 它 你見到它 我不知是怎樣說 它立刻在計劃自己 好厲害 好啦 玩了那麼久了 到了總結的時候 這次呢 這部的 JBL的Live Pro 2 我又覺得 有點驚喜啊 其實我又覺得 它真的 實際 多些的 其實你說它的聲音呢 我覺得 又不是說 它偏頗在這個重低音啊 又或者是 又是很富有立體感啊 所有的聲音都要很華麗 又不是這樣的 但是聽起來 是一個舒服的音樂的聲音 而且它的EQ 也真的挺大分別的 所以其實聽歌來說 是11mm動圈單元 絕對沒有問題了 但是呢 比較我是 覺得很驚喜的 就是剛才那個ANC的功能 以及一些自定義 去幫助你 一些的 比如 看看你的耳膠 對不對啊 看看你的耳道 又收不收到 因為 降噪的聲音 是最好的 對於我們 有些懶人 又或者是新手的理 其實 都真的可以 很快就會上手 而且它的APP裡面 控制裡面的東西 也挺多 還有 真的通話 質素我覺得是 嘩 很刺激 這件事真的沒得到說 好了 現在呢 它的售價 是1399元 可能大家如果在街上 在街界 可能有些店鋪還會再便宜 有優惠的 那大家就自行 就可以去試一下 然後呢 去看看 合不合你自己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我是奇仔 希望我們下次很快再見 記得留意我Facebook IG和MeV VV 記得留意我Facebook IG和MeV 我們下集再見了 希望接下來 有更多開箱的時間 我們今天 去簡單做這個測試 到這裡了 拜拜 真的玩多一次 先讓我先 真的挺厲害的 聲音 真的沒有了 好 關機